不过4G最快在年底上路 随之而来的是 无线麦克风的业者发现了 这个频率跟台歌大的4G频段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未来呢 全台的麦克风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你在KTV里面唱歌 或是在户外运动扩音 可能都会出问题 业者就很担心 未来可能会有75万只的麦克风 变成废铁 不管是KTV唱歌或户外扩音 只要使用无线麦克风 一旦4G上路 业者的NC可能都会受到干扰 因为目前使用的频段 其中有9MHz已经被电信业者标走 目前无线麦克风使用的频率为 794到806MHz 当中下行的788到803MHz 已经被电信业者标走 扣掉重叠的9MHz 全台70万只麦克风要共用3MHz 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 你室内用的麦克风功力应该都会比较强 一定会比复发这个 所以这个因素 我们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干扰因素 我们不排除 KTV之外包括记者会采访 只要使用无线麦克风都会受到干扰 如何解决频率问题 NCC将在一周内提出改善方案 记者林家辉 欢迎黄天耀台北报道